大家好,今次分享一個氣炸的港式快餐味道雞腿 如果沒有氣炸鍋,用焗爐也可以 天氣這麼容易就做些快快脆而搞定的東西 整件事是非常之簡單的 不用開油鍋,沒有油煙就吃到一隻香脆的雞腿 大家聽一下聲音多脆 小油脆皮還有非常之多肉汁 先介紹一下,你正在看的最愛主食男頻道是以煮食為主 另外都會有飲食和去旅行的分享 看完影片喜歡的就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多謝大家 好了,首先準備一些醃料 這個港式炸雞腿的材料我是參考了 即人沈水,不送不吃 還有一位叫CM的師傅 他們分別都分享過這些港式炸雞腿的做法 多謝他們之前的分享 我自己今次就加了些東西,減了些東西 大家看左邊有蒜頭,紅蘿蔔,洋蔥 原本的食譜還有西芹的,但我沒有落到 我用了芫荽代替 然後還有一隻八角,兩塊的月桂葉,和一茶匙的花椒 我的做法就會首先將紅蘿蔔,洋蔥,蒜頭磨成蓉 紅蘿蔔,蒜頭,洋蔥變成蓉 另外我還加了一些芫荽頭和芫荽 月桂葉我就再弄碎了一些 還有這隻八角就把它撕爛 逐隻角撕出來,等它八角的香味更加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咬過那些八角呢 其實咬下去它是有少少似薄荷的香味的 但味道亦都比薄荷更加濃烈 還有多了一些木的味道 好了,撕碎了八角了 然後再加少少的白胡椒粉 還有加大量的黑椒 當然你不喜歡黑椒可以減一點都可以 然後再加一個喝西湯湯匙的紹興酒 兩個西湯湯匙的山抽 用來氣炸的雞,即是今次用雞腿 加山抽就行了,不用加老抽 因為氣炸完它的顏色都會偏深 如果你加了老抽,它出來的雞腿就會太深色 好像焦了一樣 然後再加一匙的糖 然後把這裏所有的東西拌勻 這樣就夠醃兩隻雞腿 攪的時候順便壓一下芫荽頭和香料 好了,這碗東西就混合好了 我想令到它更加香 所以我決定用微波羅保鮮紙包著它 然後叮20秒 留意要放一條小粒在旁邊 叮20秒好,不要叮那麼久 叮完20秒就完成了 這碗東西就是今次氣炸雞腿的精華所在 用它來醃肉 即是雞腿、雞翼、甚至豬扒都很好吃 雞腿我在街市買了兩隻冰鮮 我就見到它40元有兩隻,買了兩隻 想便宜一點的用雪藏也可以 如果是雪藏雞腿就放在水中 然後加少許鹽下去 讓它們完全解凍再清洗乾淨抹乾 這些冰鮮雞腿就這樣清洗乾淨抹乾就可以馬上用了 留意要抹到它完全乾 抹到將紙放下去 拿上來有少許黏著雞腿就夠乾了 真正抹乾的食材很重要 大家不要忽略了這個步驟 尤其是稍後拿它氣炸 好了,現在做一個步驟 令到雞腿更入味更容易熟 看不見兩隻雞腿有什麼分別 右手邊那隻看上去大一點 闊一點 因為我們割了它的刀 那怎樣做呢 首先反轉雞腿 然後在雞下腿這個位置 就開始割下去 然後沿著骨割到上腿那裡 你這樣由下腿拖到上腿 在雞腿這樣打開它 整隻雞腿醃的時候可以醃得更入味 令到它更易熟 這樣割開它主要是令它更易入味和更易熟 但另外還有一個附帶的bonus效果 就是令到它看上去更大隻 但其實主要我不是想弄大它 我只是想它更易熟入味 不過你這樣攪完之後 雞腿看上去會大隻闊了 如果你的雞腿是很小隻 就不做這一步也可以 很簡單一個步驟 令到雞腿耳熟了入味了 和看上去更加大隻 好了 接著就將剛才做好那碗醃料 就塗勻在雞腿的每一處 我自己就會加多一點醃料 在肉這邊 另外皮那邊我反而就沒有加那麼多 尤其是那些香料 芫荽頭那些東西 我就盡量塗在肉那邊 拌勻醃料之後 就最少醃它們3個小時 醃過一天都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都不是一天吃完兩隻雞腿的 但是記得最少醃3個小時 那就用保鮮紙封住它 然後放進冰箱裡醃 雞腿醃好之後 準備拿去氣炸了 我就先氣炸著一隻 一個人吃 現在就將一匙半的生粉 放進碟裡 預備好些生粉 接著拿雞腿出來 將多餘的醃料 香料 就弄走它 尤其是那些又硬又乾那些 八角 花椒 芫荽頭 月桂葉 全部都弄走 未吃那隻雞腿 包上好雪 回到冰箱 明天才吃 好了 做好架布 準備氣炸鍋 又有重點 這樣來了 其實你所謂更加野味 現在就在生粉裡加少少少椒鹽和黑椒 最後在這個粉的外層都給少少香味和鹹味 這樣做出來就更加好吃 更加像那些港式的炸雞腿 下了椒鹽和黑椒 這樣就和生粉和生粉混合 然後將這些粉薄薄一層掃在雞腿的每一處 你不是拿去生炸或氣炸或是拿進焗爐 所以那層粉就不用太厚 但是就不用太薄 最好你上了一層粉之後 會看到它好像有些反潮的效果 即是看到那層粉和那些汁有少少拌勻 就好像有一層啡啡色的粉漿 黏在雞腿的面 這個效果就是最好的 千萬不要加太多 即是不要令到它的面上完之後 都會有很多白色粉在那裡 那就不好的了 但是太少油不好看了 差不多了 現在就可以把雞腿放在氣炸鍋的盤上 反轉它來放 因為我們會氣炸雞腿底的面 現在我就放進氣炸鍋的中層那裡 我這個其實是氣炸焗爐 即是有氣炸功能有焗爐功能 我就選氣炸 不要放那麼高 如果不是很容易焦 就放在中層 底的格子我就會包了一層石子 就等雞腿滴油的時候 滴到石子路 最後就容易清理一點 關上它 然後用180度 氣炸底面10分鐘 先 溫度和時間 我是給大家參考的 因為大家那個 氣炸鍋的效能 未必一樣 就算同一個度數 大家的氣炸鍋的熱度 真的未必一樣 所以大家最重要 就要熟自己的爐具 看看要不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整 我自己是很喜歡看著它這樣氣炸的 焗爐都做到的 不過要長一點時間 氣炸的原理其實都好像焗爐 不過就好像焗爐 加了一把大風扇在吹熱風 好了10分鐘之後 現在就 小心幫雞腿反轉去另一面 我會拉出少少底下的吹先 防止雞腿拉出來的時候 滴油在那些縫位 現在小心把它反轉 小心一下 好熱的 而且輕手一點 不要那麼大力 如果不然就 會弄爛了它的雞皮 這樣就不漂亮的了 好了 反轉了 推回它進氣炸鍋裡面 然後再將這一面 都是用180度 都是氣炸10分鐘 這樣就完成有脆口雞腿吃的了 是不是很簡單 但從方次 我的做法就是 放入氣炸鍋的中層 然後每邊都用180度氣炸10分鐘 就是這麼簡單的 天氣熱辣辣 但又想吃一些香口的東西 不用開入鍋炸 用這個氣炸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其實這個氣炸雞腿 都是在我的一人餐裡面的常見餐單 簡單方便 小油容易做又好吃 我很喜歡這樣看著雞腿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脹的 看到嗎 還有脹氣了 如果你不喜歡雞腿 用雞扒、雞翅 甚至豬扒都可以 不過時間要自己再調整 好了搞定了 新鮮熱辣脆皮的氣炸雞腿出爐 那我又是習慣拉低少少底下那層 防止它滴油落些縫度 好了 氣炸好的雞腿 靚不靚啊 幾靚啊 金黃色脆薄薄的氣炸雞腿 加少少綠色的芫荽裝飾 整個視覺效果即刻提升了 一隻氣炸雞腿 再加一條牛油粟米 再加少少菜 就是我的熱門晚餐餐單 那菜就沒有拍到的 碟上面就是牛油粟米和氣炸雞腿 再近鏡點拍一下雞腿 片尾還會切開給大家看 現在講了些例派 喜歡這個氣炸雞腿呢 就請讚好分享或者留言 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那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 上載新片的通知 切開之前聽一下聲音 拿一隻炸雞腿 現在就切開給大家看一下 除了脆皮好吃之外 它中間還充滿肉汁的 所以我經常做這個氣炸雞腿 那我不客氣了 要先吃雞腿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